烏美新一轮军演在即 普京批准新版 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表明俄已对冲突做好准备 美军公布B21引身轰炸机 最新图片计划明年首飞 并拟建卫星群 监视俄高超声速武器 面对西方多层次围堵 普京将如何破局 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登陆军事制高点用数据透视真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我是沙晨 今天演摩史给大家请来两位专家 一位是国际问题专家江义老师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邵永龄老师 欢迎两位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 俄美在不同的领域 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交锋不断 而面对着西方的层层围堵 普京批准了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在这个战略当中 再一次强调了增强核威慑力 它的必要性 显然这是向以美国为首的 北约发出的警告 同时也明确划定了 俄罗斯的战略红线 那关于这个问题 各国媒体都有怎样的评论 首先还是把时间交给小叶 请她给我们带来今天的 媒体瞭望台小叶 好的 通过央视网提供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主要媒体 对于这个事件最热门的五条评论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条评论 针对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环球时报引用专家观点表示 新战略详细评估了 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 主要安全威胁和机遇 对新形势下俄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 以及相关应对策略 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既反映出了俄方应对威胁挑战的新思维 也体现出安全和外交战略的旧传统 我们继续来关注 俄罗斯观点报指出 西方极力维护自己的垄断地位 不断打压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机构和惯例 欧洲乃至整个西方 不是解决国际性问题的伙伴 因此俄罗斯不再跟西方争吵 也不再试图说服他 相信自己行为的错误和短视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评论 对此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则引用专家观点表示 旧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 俄跟西方国家还能在 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但经历克里米亚危机之后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则转向了 与北约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对抗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评论 针对俄方最近的动作 《环球时报》指出 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反对 坚持在黑海等地举行联合演习 让俄方的愤怒越激越多 对此俄方称 与北约部队同时举行演习 可以通过观察敌人的军事行动 获得经验 对提高战斗力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评论 《中国国防报》指出 基于历史和现实原因 俄欧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地缘冲突 双方战略互信严重缺失 对国际格局的认知也截然不同 在此背景之下 俄欧关系未来非但难以向稳定 且可预测的方向发展 而且很有可能爆发更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以上就是媒体亮望台的全部内容 沙晨 好的 谢谢小叶 我们看到近期乌克兰和美国及其盟友 是频繁的亲密互动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宣布 7月17号至30号 乌克兰将与美国 波兰和立陶宛 举行三件2021联合军演 约1200名军人和200多辆装甲车 将参加此次军演 这也是该军演首次在乌克兰举行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号消息 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在下议院听证会上称 英国海军还会继续驶入乌克兰水域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俄军两架苏30战机 6号阻止了一架美军巡逻机 非法进入位于黑海的俄罗斯领空 同时俄方正在密切留意 一艘西班牙军舰在黑海的活动 这艘西班牙海军巡逻舰 7号进入黑海 参加美国和乌克兰主导的 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演 而在此前 俄罗斯总统普京 3号批准了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这是2015年以来 俄首次更新国家安全战略 俄罗斯的势力采取威胁俄罗斯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不友好行为 俄将使用对称和非对称的 必要措施进行还击 在谈到发出威胁的源头时 使用了美国及其盟友的表述 尤其是在国家防御板块中说 美国计划在欧洲和亚太地区 部署中短程导弹 对战略稳定和国际安全形成威胁 俄总统下属国家间关系委员会成员 波格丹·别兹帕利克认为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通过 表明俄队冲突做好了准备 是向全世界发出的信号 俄罗斯不会允许敌方 在其周边扩大力量 江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就是这个三舰2021联合军演 它是首次选定在乌克兰来举行 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是说明乌克兰更多地 在全面倒向美国 三舰2021这一次演习 它传达出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一个政治信号 就是让乌克兰担负起 类似于北约国家的这么一个责任来 让它在南部的这样一个西南方向 俄罗斯的西南方向去对抗俄罗斯 同时让乌克兰的整个的军事建设 更多地融入到北约的 这样一个集体中间去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信号 另外一个军事上的信号 就是这一次我们看 参加这一次演习的所谓三舰 波兰 利陶宛和乌克兰 那三个国家实际上就现在处在 与俄罗斯对抗的最前线 它在军事上的一个意义就是说 如果一旦爆发战事 这三个国家要有自身的 一个协同防务的能力 以等待其他的北约的军队到来 就是通过这三个国家的 这样一种训练和一个相互的配合 来达到一个在西南方向 组成一个对俄罗斯对抗的 这么一个小的阵营 另外邵老师我们看 按普京批准的新版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战略当中 非常强硬地宣示 说如果外部势力采取 威胁俄罗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不友好行为 俄罗斯将会使用对称 或非对称的必要措施 来进行还击 就怎么理解这个 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友好行为 另外你看 它既可以选择对称的还击方式 也可以选择非对称的 所以这个威慑力还是很强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不友好行为我们看 它其实只是行为的一种 并不是说最严重的 那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 最严重的可能是战争行为 敌对行为 然后才是所谓的不友好行为 现在美国对俄罗斯 它可能不会去碰那个战争行为 包括敌对行为 它也会非常的慎重 但是这种不友好行为 相当于说是有一点灰色区域 更多的是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对你进行经济制裁 政治制裁 然后我以人权的名义 去干涉你的内政 包括说在一些 就是所谓的这种文化 价值观的输出方面 去影响你的年轻一代 去否认俄罗斯的 去否定俄罗斯 在历史上的一些功绩等等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友好的行为 那俄罗斯说 我要用对称和非对称的方式 去应对 其实对称我们很好理解 比如说你制裁我 那我就制裁你嘛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对称 它可能并不一定太管用 比如说美国对俄罗斯 进行经济制裁 那俄罗斯反制裁 可能就不一定能够让 美国觉得是一个 很痛的一个事情 那我可能就会使用一些 非对称的 比如说我可以到夏威夷 搞一个联合军演 包括我在巴伦之海 我在波罗 靠近波罗的海 三个国家的那个边界地区 我可以有一些行动 所以这个就叫做非对称 那么这种非对称呢 它其实更可以利用 俄罗斯的优势 就是对称的这种回应 可能让你觉得没什么 你不在乎 那我就用非对称的方式 更能够让你觉得痛 所以我们看到 这次新版的 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战略 应该说是对 这些年来 俄罗斯所面对的 安全环境的这种变化 做出的一个现实的回应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 这方面的相关的更多介绍 小叶 好的 为了军事打压俄罗斯 西方可谓是全面出击 我们首先来看 军事演习不断 据红兄报网站报道 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 在接受采访时称 今年北约计划在波罗的海 和北方海域 举行超过20场演习 多国舰队规模 将会达到约40宗 根据北约官方网站报道 从今年3月起 北约已经在波罗的海 和黑海区域 进行了多次演习 主要由其航空兵里参与 进入5月之后 北约海军在波罗的海 和北大西洋海域 活动得更加频繁 5月初举行了年度最大演习 欧洲捍卫者2021 有26个国家近3万人参严 我们继续来看 根据俄媒体报道 2020年俄国防部就监测到 1100架次间谍机 抵近俄领空 北约的挑衅活动 再次创造了记录 北约的侦察机主要在 黑海 波罗的海 和巴文之海附近活动 北约动用的机型 包括RC-135战略侦察机 EP-3E电子侦察机 P-8A反潜巡逻机 RQ-4B全球鹰无人机 和哨兵侦察机等 最后我们来看 加强装备部署 美空军的B-1 B-2和B-52轰炸机 频繁部署欧洲 并与多国进行演习 2月初 B-1轰炸机历史上 第一次进驻挪威 并与该国的F-35战斗机 进行演练 美陆军首次将装备 主动防护系统的 埃布拉姆斯坦克 和机动进程防护系统 部署欧洲 美海军也将在黑海 部署先锋级快速运输舰 虽然西方的挑衅 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但作用力越大 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诞生的 沙晨 好 谢谢小燕介绍 江老师 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 新版国家安全战略 它的心意体现在什么地方 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俄罗斯现在提出了 三个主要的安全的挑战 一个是来自于北约 西方国家对于俄罗斯的打压 遏制 以及不断地在靠近俄罗斯 边境地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 军事演习和挑衅性的活动 另外一个是西方国家 极力地利用俄罗斯面临的 国内的矛盾和问题 来煽动对俄罗斯政府的不满 试图去策划某种 这个所谓的颜色革命 第三一个就是面临的新型的这种 包括新型冠状病毒 包括气候变暖 等等这些非传统性的安全 那么这三个安全的这样 虽然它展现的方式不一样 来自的方面不同 产生的根源不同 但是可以看到俄罗斯把它作为 一个组合性的一个考虑 三个方向的这种安全上的 这种威胁实际上是相互联动 那其实在现在 俄罗斯的这种具体回应上 我们也看得出这样的特点 那就是多点的联动 打出了一套组合权 接下来时间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俄罗斯塔斯社7月6号报道称 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部队 在俄罗斯萨拉托夫州 阿姆尔州 伊尔库茨克州和梁赞州 进行飞行战术演习 据介绍在演习中 远程航空兵部队的飞机 在作战预警情况下紧急升空 进行了转场飞行 空中加油和对地打击 等科目的飞行演练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约20架飞机参加演习 其中包括图160和图95MS 远程战略轰炸机 以及1278空中加油机 本次飞行战术演习 由远程航空兵部队中将 科贝拉什指挥 将持续至本月9号结束 而在此前 当地时间7月2号 黑海前队航空兵和南部军区的战机 在黑海进行飞行演习 演练用导弹和炸弹 袭击假想敌的舰船 报道称 假想敌的角色 由萨拉托夫号和奥尔斯克号 大型登陆舰扮演 这些战机单独或成队 绕着目标飞行 练习炸弹轰炸和发动导弹袭袭击 同一天 北方舰队的潜艇 已开始在巴伦之海 和挪威海的深水区 进行专业演习 以测试潜艇的系统和武器 测试在水下500米的深度进行 这是大多数当代潜艇的 极限下潜深度 邻居美国动力网站6号报道 美国空军发布了其未来的 B21型隐身轰炸机的 官方效果渲染图 这是空军官方第三次发布 该轰炸机的效果图 渲染图展示了一架 正在起飞的B21轰炸机 而且轰炸机展示了一个 以前从未公开的 极其怪异的 驾驶舱挡风玻璃设计 驾驶舱的左侧 有一块新的狭长型的鞋窗 考虑到一般采用对称设计 驾驶舱的右侧 也有同样的窗户 赵老师 我们再回到俄罗斯的演习上 你看它有两艘大型登陆舰 一个是萨拉托夫号 一个是奥尔斯克号 它扮演的这个假想敌 然后它的战机就是 要不是单独 要不是是成队的 绕着它进行投弹的演习 为什么要专门做这样的演练 这个演练其实针对性 应该说是比较强的 主要还是为加强俄罗斯 一旦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 怎么样加强自己 对克里米亚半岛的 这样一个防护 因为克里米亚半岛的 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包括现在又成为了 西方与俄罗斯 进行斗争的一个前线 这一点对于俄罗斯来讲 如果克里米亚出现问题 俄罗斯本土 能不能够迅速地派遣 这个大型的登陆舰 去予以支援 这是对俄罗斯来讲 这是一个考验 反过来来说 西方国家 北约的军队 如果在克里米亚进行登陆 那么俄罗斯 能不能够进行有效的运队 通过这样一个演习 也是展现出来 自己捍卫 保证克里米亚安全的一个决心 除了空中力量的展示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潜艇部队 比如说它北方舰队的潜艇 在巴伦之海 还有挪威海的深海 也进行了专业的演习 那么俄罗斯的这种潜艇部队 它的这种下潜的能力又如何呢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 这方面的相关的更多介绍 小叶 好的 海洋的无边无际和深邃是潜艇 特别是核潜艇隐蔽性和生存性的天然保障 核潜艇下潜的越深 其隐蔽性和安全性也就越高 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最大前身接近400米 新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 也只有约450米的极限前身 但苏联在潜艇的最大前身上 显然略胜一筹 1984年服役的685型核潜艇 又被西方称为M级 在1985年8月4号 在挪威附近海域进行的 极限下潜试验中 成功下潜至1027米 并在800米深度时 成功进行了鱼雷试射 此外 俄罗斯的新建核潜艇 依然追求大潜艇 其最新的885型亚森级核潜艇 工作深度可达520米 最大潜深约600米 可以说在同级别的潜艇当中 俄罗斯核潜艇下潜深度 普遍比美国潜艇更大 苏联追求大潜深的原因是 谁能潜得越深 谁就更有战术优势 这体现在 一 是大潜深可以减少 被反潜飞机磁探测仪 发现的概率 二 是在下潜的 足够深的情况之下 潜艇可以利用海水的温月层 与海洋内波等海洋现象 避开声纳搜索 三 是延缓螺旋桨空套的产生 四 是坐成海底待机时 有着更大选择的范围 能够顺利地避开反潜巡逻 不过在追求大潜深的同时 对材料和加工工艺的要求 会愈发严格 容易导致潜艇成本急剧增长 苏联的太和金河潜艇 甚至被冠以金鱼的外号 因此在当下 美国的新核潜艇 走的是适当缩小极限前身 加强其引力性和多用途能力 但对现在的俄军来说 在编制有限的情况之下 为核潜艇多投入一点钱 增加一点点前身 换来更多的战术优势 也是一种适合国情的选择 沙晨 好 谢谢小燕的介绍 邵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 就是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潜艇 它在巴伦之海和挪威海 进行这种深度下潜 这500米的下潜深度意味着什么 这一次就是它下潜到500米 它是干什么 这个其实很重要 比如说它可能进行了导弹的发射 或者说核鱼雷的发射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 俄罗斯说了 它携带波赛东的核潜艇 已经出海了 去进行测试了 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一次 它在巴伦之海的这个行动 会不会是波赛东的一个发射 所以如果说它要进行发射的话 其实这就是非常厉害的了 一般来说呢 你像美国的海狼级 这已经是非常先进的核潜艇了 它的这个工作的深度是450米 那你450米再往下 它就没有办法进行作战了 它的鱼雷呀 它的导弹呢 就发射不出去了 那么从反潜的角度来说呢 确实是无论是空中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反潜巡逻机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反潜直升机 或者说潜艇 其实要想发现500多米深度的核潜艇 这是难度比较大的 比如说像美国的P-8A反潜巡逻机 就是它的各种探测手段 大概可以发现200多米深的潜艇 那再往下它就发现不了了 所以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了 俄罗斯除了我们知道传统的热点的 比如说黑海 地中海等等 在远东地区现在也面临着对抗的风险 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背景 美国防务博客网站7月2号报道 俄军开始在勘察加半岛部署 最新型苏-35战斗机 一个中队的苏-35战斗机 将作为俄太平洋舰队第317 混合航空兵团的一部分 部署到位于勘察加半岛的 耶利佐卧机场 此后日本副防卫大臣 中山太秀7月4号发表声明 提醒美国应注意俄罗斯海军 正在夏威夷附近举行的军演 中山太秀称 俄罗斯在夏威夷附近的演习 跟70年前就日本帝国 发起的珍珠港袭击很相似 令俄罗斯观点报7月3号称 美国的新预警卫星 将被部署到距离地面5000公里 到2万公里高度的中地球轨道 而不是通常的地球静止轨道 这有助于他们更好的跟踪巡航导弹 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射 美国太空军计划于明年11月 开始测试这种新卫星 如果进展顺利 该卫星星座将于2029年完成部署 俄专家表示 跟踪高超声速导弹的飞行轨迹 只是拦截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 除了跟踪导弹的发射外 还需要传递信息 发射反导导弹 这一切都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为此美国还需要部署 全新的反导系统 但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完成 邵老师怎么看 就是美国现在要部署一个 全新的预警卫星星座 来能够更准确地去跟踪 或者说能够击毁 俄罗斯的这种高超声速导弹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现在来说 可能还不是一个当务之急 因为美国的导弹预警卫星 刚刚进行过更新换代 它原来是国防支援计划预警卫星 然后刚刚把它换成了天机红外系统 那这个系统也耗资一百多亿美元 而且也是历时十几年才完成 那刚刚做完了之后 又要搞一套新系统 我觉得这个从经济上来说 可能是难以承受的 虽然美国它的军费开始非常庞大 但是你要拿出一百多亿 甚至两百多亿美元 重新搞一个预警系统 有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我注意到 刚刚有一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测试了S500 然后他说呢 S500可以拦截低轨道卫星和高超音速武器 那么前一段时间呢 俄罗斯又说了 它的叶尼赛和雷达 也可以发现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可以看到 发现和拦截高超音速武器 可能那个门槛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至少从俄罗斯的角度 他认为他已经有了发现的手段 有了拦截的办法 所以美国是不是有必要搞预警卫星 我觉得这个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非常重视反导领域的建设 尤其在俄罗斯拥有了在超高声速导弹领域的先发优势之后 但是这个项目呢并不被看好 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小叶 请他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相关的更多介绍 小叶 好的 美军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 就一直致力于研发一款能够抵御敌方弹道导弹攻击的反导系统 但由于反弹道导弹存在极高的技术难度 美国研发的反导系统却多在消耗了大量金钱之后 最终以烂尾收场 我们来看 美军历史上第一套反导系统 仅运行了四个月就黯然下马 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 美国陆军为了保护美国空军的 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 不被苏联导弹破坏 开始开发一种名为 安全卫士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这套系统采用了当时最新型的雷达和计算机 可以使用热核弹头 在具地面约六公里的高度摧毁来袭导弹 然而这套系统 在仅仅运行了四个月之后 就因为高昂的维护费用 而被美国国防部关闭 我们继续来看 市巨资打造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形同虚设 目前美国正在竭力打造的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发至今 已经花费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研发 和建设费用 据美国政府估计 至2029年 美国还要在该系统上 花费至少1760亿美元 然而这样一套吞金巨兽 还远远不能达到 美军对其性能的预期 时至今日 美军已经部署的拦截弹数量 仅为预期的七分之一 陆基雷达数量 仅为预期的三分之二 天机红外卫星数量 仅为预期的一半 目前美国一共进行过 18次弹道导弹拦截试验 其中仅有10次取得了成功 拦截成功率相当之低 可以说在俄军 1500多枚战略核武器面前 美军是巨子打造的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基本形同虚设 沙晨 好 谢谢小叶的介绍 江叶老师 我们看到日本的 这个副防卫大臣 中山泰秀 他在7月4号有一个声明 他是说提醒美国 要注意俄罗斯海军 在夏威夷附近的军演 而且他甚至把俄罗斯 在夏威夷附近演习 跟70多年前 这个日本当时发起的 珍珠港袭击去类比 你觉得他这个 对美国的提醒意在什么 这一番这个表态 尽管一定程度上 可能是他个人 因为一时脑洞开大 个人的一个表态 但是事实上 他在政治上和战略上 反映了日本一个基本态度 就是一个方面 现在日本在自身的 整个的对外政策 和自身的防务政策方面 已经越来越紧密地 跟美国绑在一起 越来越多地要去依靠美国 来所谓保证日本的这种安全 包括日本海上通道的 这样一个安全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日本也是想通过极力地渲染 俄罗斯中国的这样一种威胁 来更多地释放出 日本参与美日同盟 特别是在日本本土以外的 军事活动的这样一个手脚 更多地让日本的军队 能够扮演起来 与美国在西太地区 性情相互配合 共同地遏制俄罗斯 和中国的这样一个目的 好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 今天带来的精彩的点评 我们看到在自身的实力 和影响力相对衰落的前提之下 美国用力气假想敌 这更加暴露了他的霸权焦虑 和被害妄想 正像一位美国智库专家所说 重操冷战语言 或将扼杀美国 这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 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洞察力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军事制高点 登陆军事制高点 用数据透视真相 咱们下期再见